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 我们看最后的结果是修正了 下跌了47点 那成交量萎缩到2270亿 那么在廉价之前来做一个 适时的一个合理的修正 其实是可以预期的 那你其实你不用看坏它 原因就是你成交量只有2000多亿 而且重点是这个行情在廉价前 往往就会让你看到有一些 我可能因为廉价 目前的国际政经情势不是很稳定 所以绝对绝对绝对会有人 想要先卖一趟 把持股的部位把它降低 拿一些钱现金到手边会比较放心 这是很合理的现 目前的现况 所以今天的拉回修正 搭配的一个量能急速萎缩 其实你可以把它正面看待 今天的节前的卖压 其实它就会是节后的回补买盘 所以不用担心 那既然不用担心 你应该思考 那节后会涨什么 节后那资金回来之后 会去买什么样的类型的标的 因为整体成交量不大 要看到三千亿都不容易 所以在一个小量格局里面 真的会涨的 其实会集中 那集中在哪里呢 我可以跟你百分之百保证 我可以跟你百分之百保证 节后回来会涨的 它一定三月营收要有数字 三月一定要好 因为三月快要公布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三月一定要好之外 第二季整体预期接单等等 都绝对没有问题的 都一切都确定了 第二季还会比第一季 在高度成长的 这一种三月漂亮 第二季预期还再冲高的 绝对就是节后 那资金回来之后 要进场要拉台的 那所以这种标的 你应该要先掌握住了啦 如果你现在都快放假了 你还是没有掌握住 这样的标的 那其实我说过 团队就算了 团队如果还不知道 有团队 操盘团队的还不知道了 没有掌握的话 那就不及格了 研究部绝对不及格了 对不对 那一般投资朋友呢 我常常讲 一般投资朋友 其实有时候输啊 输在哪里 输在你没有办法 全面的了解这个市场 因为你一个人作战 你没有办法了解全市场 你只能操作你熟悉的 你听过的 你认识的 对不对 那往往你就会错过 那个正要起掌 那搭配业绩题材 要大涨强攻的 你可能就错过了 那你会超过的是 你熟悉的 小族群个股 对不对 那就比较可惜 所以我要顾励各位 是你先去了解 那节后回来会涨什么 三月要漂亮 第二季预期 接单满满之外 相较第一季成长 还是呈现一个高度的 一个仰角的跳升的 这种个股 要特别留意 手边 其实我们已经准备了 这样的标的 等一下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我就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很奇妙 三十几年前的缘分 在三十几年后 昨天又搭上线了 其实我非常开心 因为这很难得的一个缘分 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而这个缘分会再一次的搭上来 也是因为这个节目 公开媒体 那刚好 我先跟各位报告这个故事好了 好不好 昨天录完节目之后 傍晚左右 公司有转接一个电话 告诉我说 有一位先生打电话 说是认识很久的我的朋友 那同仁就问我说 认不认识这样一个人 我跟他说 好像有印象 所以我就转接过来了 因为他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那就借由公司 转接到我这边来 那我接了之后 对方是直接说 叶子阳啊 你还记得我吗 那一听你就知道了 我的长辈 直接就叫我的名字 叶子阳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 我不太确定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我是鱼爸爸 我想说鱼爸爸 我知道了 那一刹那我就想起来了 因为这是三十几年前的一个记忆 三十几年前 当时其实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我家住在新竹 新竹的乡下 所以我们家境也不太好了 但是我们的邻居里面 有一个从小我们就一起玩伴 我们同年 所以我的 他算是同年 又同一个学校 同一班 邻居我们很好 然后我们到读国小 又是同一个班级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好 那我常常就跑到他们家去玩 民居 那他爸爸 他爸爸 我都叫他鱼爸爸 叫他们姓鱼 鱼爸爸 那他就跟我说他是鱼爸爸 我想了一下 突然记忆就拉回来了 我就说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那跟我闲聊很久 因为他都要看到我的节目 那想起来了 然后呢 因为他透过我的同学那边 找到公司联络了电话 我会过来找我 那 这鱼爸爸他就 他跟我讲了很久很久之后 我们还聊 还约了这个廉价 这个廉价我要回去一趟 跟他们聚会一下 所以这个是一个 30年前的一个记忆 一个缘分 那现在又搭起来 我觉得很开心 那鱼爸爸 其实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点 就是鱼爸爸跟我说 又怎样我有看到你的节目 那你也要报一档股票给我 那我要跟那个节目上那个好妈妈一样 他要跟好妈妈一样 他也要靠一档 他也要赚很多 要跟他一样 你不能 你一定要给我挑一档很特别的 一档特别的标的要给我 那当然我当下我就跟他说没有问题 而且我跟他说 廉价期间我回去 大家聚会的时候 我再跟你详细跟你讲那一档标的 为什么好 为什么好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啦 三月营收很棒 那 社长目前是没有消息的哦 你现在搭船开来那就不用讲了 三月营收很棒 那第二季呢 公司我们所掌握到的资讯是 接单是接满满的 那相较第一季又再报充的成绩出来 我准备要跟他报告这档标的 他现在应该也在看节目啦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廉价回去我就跟他报告这档标的 而这档标的就是我要提供给他操作的 那预期在廉价回来之后 他会接到我电话 我刚才说的 余爸爸你就等我电话 那我会跟你说什么价位 你照这个价位 你要使用的资金 你要使用多少我不干涉 那你使用多少资金 你就照给你的价位 你赶快去买进 该做好动作 转折确认的时候 该买要赶快出手买好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他就说 他要跟好妈妈一样 那好妈妈又是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 你就知道 一档股票就赚58万 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看我节目的话 你再看一下 好妈妈当时我就讲了 他真的是好妈妈 人如其名 对不对 他姓好 但是为什么 我说人如其名 因为他当时跟我通到电话的时候 我讲了嘛 他要挪很多的资金 要去买房子 是为了他儿子要结婚买房子 成家当然是好事嘛 我当然不会阻止你 你不要先缓一缓 钱先拿来买股票 我从来不这样做 成家就是好事 当然是以那个优先 那他就问我 那我那种资金 我要用多少来跟着我们操作 所以上上礼拜五 他报名的时候 我就说你不用担心啦 资金不是问题 你如果还有剩150万就够了 他就拿150万来操作 他后来操作的时候呢 他买什么 我们带他买这中美食 所以你看这一波的行情 谁最强 中美食 数一数二强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余宝宝看到节目之后 他说他要跟 跟好妈妈一样 他要特别的股票 他要真的要赚 像他这种特别的股票 我刚才说 放心余宝宝 我们的关系 对不对 那所以 那个标的 今天 我后来思考 我要把它放大 把它延伸出来 把这件事情把它放大 余宝宝的要求 其实我也可以带给很多的 目前 周四的 我们台湾的好爸爸好妈妈 你们或许也有跟余宝宝一样的要求 想法 是不是能够像好妈妈一样 对不对 有人可以通知你一档 蛮特别的标的 对不对 他一档股票上去 一档 涨停板就赚多少钱了 一根就15万了 那我就说了 我们设定目标 周周时 对不对 你看 这个周周时 我常常讲 因为我们是买转折 从头上去赚的 因为是从头 而不是说一档股票涨了 两天三天之后 我们再去买 然后我跟你说 我买这种 我这样的买法 我这种操作逻辑 我可以周周时 我们不是这样做吧 对不对 你长两三天之后 你再去追你说 你要周周时 不要开玩笑了 你的风险已经高了 任何的操作 如果在高风险的情况之下 那都不恰当的 只有在转折位置 需要将对位置去买进 你的风险才是最低的 而且你的获利率 绝对是拉高的 那你是从头转折 开始赚上去 所以你要转 你一档股票 你要拿8% 拿10% 几率是非常非常高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的话 有些标的 他往往就会怎么样 我一档 我不只周周时 我一档不只时 我甚至好几时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 每周的目标 我一周目标 我设定 我要给我的客户 就是要获利 每个月 每个礼拜都要获利 目标以10%起跳 所以你发现 你每个礼拜 都达到 做到目标 都赚钱 然后10%都做到 然后都超过10%的话 一个月下来 不是只有40% 所以很多人说 我觉得你们 周周时 一个礼拜10% 好少 其实所有的批评指教 我们都接受 可是我要强调的是 在你们认为 好守的 那个周周时的过程中 你们知道 我所有的客户 对我们的团队 信任感 信任度 凝聚力 是很强的 对我们的信任度 完全不会因为 你们的任何的批评指教 而撼动 为什么 因为最后是赚钱的最重要 当我客户 我真的有在赚钱 我真的也有带客户获利卖出 这有在赚钱的时候 客户就是信任你的 你讲再多都没有用 只要赚钱就是最正确的 因为最后是赚钱的 客户要也就是赚钱 所以我们的凝聚力跟向心力 是绝对不能撼动的 所以我说 周周时它只是一个数字目标 我们要达正 达到目标 而且要超越目标 所以你看 我们操作中美时 一档股票 一根涨停就超过了 对不对 一根涨停就超过了 超过之后 隔天又涨停 两天两根 两天两根 好妈妈就赚31万5 这样就31万5 对不对 那我就说周周时 精选好股给你操作 我会挑选特别的好股给你做 市场只有我们独一无二 我们以周围结算单位 因为我们是以周围结算单位 每周每周 我都要让客户做到 让客户赚钱 每周要赚钱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去 托客户的会期 不会托客户会期 因为我们每周 就要给你成绩单 不能托 绝对不会托会期的 所以从周结算 也看得出来 我们对客户是互相尊重的 是负责任的态度的 而且重点是什么 在我这边 绝对不会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是 你们过去曾经报名 某些头顾 所发生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你今天报名之后 他带你买股票 隔天又有新标的再买 后天又有新标的再买 大后天又有新标的再买 花了两三天 三四天之后 你发现一个礼拜内 你的资金用完了 买完了 买完了之后呢 你得到的抗讯还是什么 新客户今天再买新标的 明天又是新客户再买新标的 那很奇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我钱都买完了 那我手上四天 我已经买了标的 没有涨 没有动 那我要该怎么办 那新标的我都不用跟了吗 很抱歉 你得到的答案就是 那你就先等等 那这不是等不等的问题 我会期三个月 我一个礼拜 钱就用完 钱就卡住 就冻结了 那剩下两个多月 你要我再发呆吗 没有人这样做的 你懂吗 没有人这样 不可以这样做 那不能这样做 那怎么样 会不发生这种状态 让客户的资金是活的呢 很简单 我说我就周周时了 代表什么 我们每个礼拜 我让客户赚钱 那让客户赚钱很简单 低买转折高卖获利 低买转折高卖获利 你透过每一次的积极的操作 低买转折高卖获利之后 是不是钱就拿回来了 而且有赚到钱 拿本金回来 那这个拿回来部分资金 是不是可以准备 再跟下一个新标的 对不对 那之前的旧标的 如果低买转折又高卖获利 是不是又拿回来了 那因为透过每一次 低买转折高卖获利 所以我们每周的获利 我们都有每周的结算 有没有 所以因为你要每周结算 所以我们不断在做 低买转折高卖获利 让客户资金 不断地赚钱拿回来 拿回来又布局新的 拿回来又布局新的 再去做低买转折 再做获利 所以钱是一直在转动 那资金 总资金是一直在增加 那所以客户可以 从入会之后 第一天开始 一路一路做了三个 假设会期三个月 就一路做满满 绝对不会说 你钱买完了 那你就停下来了 没有人这样做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操作 周周时 结算单位 以周围结算单位 而且我们客户的资金 是活的 有没有 这样的两天 创新高第三天 第三天创新高 这样的人家一个好妈妈 就赚多少 45万 是不是低买转折 是不是转折刚上来的标的 是不是从头开始赚上去 然后第四天涨停 第五天又涨停 又涨停赚多少 赚58万 陶妈妈是这样赚钱的 所以你看 是不是周周时 可是有时候怎么样 一挡就好几时了 是不是超过了 所以悬股重不重要 悬股很重要 所以 所以余爸爸才会打电话来说 后来聊聊 聊了很久之后 余爸爸才说 那你也抱我一档股票 最后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你打电话来的重点 对不对 好没关系 我要说没有问题 我们跟余爸爸 三十几年前的一个 这个交情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假日期间 这次廉价 我一回新竹一趟 我们有约好的时间 跟他儿子 我们的好朋友都约好 所以 那他要买什么 其实我们都准备好了 那准备好就是准备廉价 回来之后 四月份要起涨的标的 很重要 所以买股票重要 买股票很重要 那买什么呢 对不对 来 所以今天我说的 我会把这件事情 我要把它算是延伸出来 不要说 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亲朋好友 有这种的 这种的一个好处 对不对 我说我们把它延伸出来 我相信像余爸爸 这样子的 的观众朋友 很多 那如果 如果有跟我认识的话 也一定会私底下打电话找我 对不对 帮帮忙 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 你看三月 好妈妈一个人 一档股票 赚58万 对不对 特别的股票 那四月呢 四月跟他人如其名 有没有 一样是好妈妈 还是好爸爸 有没有 四月 四月的好妈妈 好爸爸 是不是各位 如果是你想要当四月的好妈妈或好爸爸的话 今天我有把这件事情跟余爸爸这个事情呢 我想把它再放大再延伸出来 扩大到今天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四月份你觉得三月份以来都你之前都对你自己操作 可是做了做了操作过程中发现好像有点困难的时候有点吃力的话 如果你需要群求帮忙的话 四月份一开始啊 你去买一档要比较特别的标的 那我会开始接受 今天开始接受预约 你想要成为下一个好妈妈 好爸爸 请你今天等一下广告时间就要开始播电话 等一下就要开始播了 周周时的专线 那么四月 四月份的第一档标的 得到通知的时候 就跟我们的余爸爸一样 得到通知的时候 就照着给你的指示 价位去买进 价位也不高 好进出 这样标的 通知你的时候 就赶快照着指示去出手买进 有兴趣要买这档标的的 你等一下的广告时间的 那个周周时的专线 把它播通 好不好 四月的行情就是你先掌握了 我们进广告楼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体股定非凡 其实我常常讲 其实你真的会做的投资朋友会操作 除非你是做当冲什么冲 否则我们正规的正常的一个投资交易 不应该非常频繁的做交易 也就是说你应该是稳稳的 按照你的操作逻辑 挑选出好股票之后 在适当的位置 开始进行投入资金的一个部件布局 然后进行一个转折上去 之后开始获利 那从获利过程中 你才会有所谓的一个低买 跟高卖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你透着频繁的交易 你一下子你就一缸子股票了 所以其实你的交易的手法 其实也就是最后问题的来源 你买转折你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就是每天追强的 后天追那个 明天买那个 你就是一缸子股票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投资朋友来这边 这种大家普遍的过去遭遇的 受不了的问题 没办法忍受问题就是什么 大家同样都报名 我报名半年的会期 我报名三个月的会期 可是我报名这些会期有什么用 因为大家都一样 报名之后一个礼拜内 钱就用完了买完了 所以我的会期一年 跟你的会期半年 跟你的会期三个月 大家都一样 一个礼拜内大家都钱都用完了 买完了冻住了 除非你买完的股票马上就上去 问题还可以解决 否则买完之后股票不动了 那剩下的会期呢 大家都一样 那你觉得这样做 你觉得这样子你能接受吗 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现象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样一个团队的交易的过程里面 有非常大的瑕疵嘛 因为你的客户资金 一下子就冻结了 一下子就冻结了 那代表你的做法 你必须调整 做法一定有问题 而且你的绩效一定不理想 资金冻结代表什么 那个股票绝对没有涨嘛 你才会冻结了嘛 那代表绩效呢 绝对不理想 而且一定是买了一缸子股票嘛 一直买一直买一缸子嘛 那买一缸子的目的是什么 你到最后你发现 其实只是在赌股票赌行情啦 赌中了那一档股票 那你看节目 他就跟你说那个股票他们大赚 那问题是 你仔细去看内容细节的话 你去追踪他的客户的持股的话 你发现根本问题很多 所以会有那种问题代表什么 一开始的做法就不对 股票不是去追逐那个涨很多的 股票是布局在转折区的位置的股票 要从头赚上去的 利用这个做法 你才能够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那低买高卖之后才会有什么 才有资金的活水 资金是不断的轮转的嘛 你就不会卡在一堆股票 然后动不堪不得嘛 绝对不会 那因为你这样做之后呢 所以你才能够每个礼拜 交成绩单出来嘛 你才能够每个礼拜 交出成绩单 才会有周周时的设定目标嘛 所以一切一切的源头 就在于做法我买转折 才会延伸出去耳后的这些成功 那客户因为他真的有赚到钱 对你的信任就会提高 凝聚力就会提高 那团队整体我们每个礼拜达到目标 达到目标都有获利的话 团队大大的信心自信就会很强 所以那种感觉是你在过去的头顾 你入会是感受不到的感觉的气氛 是不会有的 在我这边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今天整体市场气氛就是比较偏高逢高 有人在做减码嘛 因为要廉价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用看太坏了 就是廉价钱的效应 可是有些标的呢 你看3月30号礼拜三跟你讲的深泉 深泉供到涨停板 那供到涨停板 是不是总转折刚上来 这样子上来就赚18万3 那我就讲到 那周周十通常有些股票 它不会只有10 有些股票它不会只有10 那不会只有10的话 代表你每周的周周十 你常常是超过10的 那超过10的话 下礼拜也超过10 如果4个礼拜都有机会超过10的话 我一整个月下来 我绝对不会只有40%获利 所以它是集合了每周每周的小胜利 变成一整个月的大获利 所以很多人只看表面 你们的周周十看起来赚好少 一个礼拜才10%的目标 有很多人只看我们的表面 你们周周十这样子 所以我说所有的批评指教 我们都接受 但是当你看到全面的 最后全面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的获利数字 很可怕的 那所以为什么我说的 在市场上再多的杂音都无所谓 都没有办法撼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因为客户有赚到钱就是开心 客户只是想要赚钱就这样 那你要想尽办法让客户赚到钱 然后资金是活的 从入会开始到会期结束到期 都有在跟着操作 那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一切都跟你的操作手法 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的关系 就在你操作的逻辑在哪里 今天的深圳又再创高 来到71.8 今天再创高 这样子三天差多少 35万4 所以我说周周时通常是好几十 周周时通常是好几十 所以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家族成员 那个凝聚力 那个向心力是最强的 转折 转折出手 绝对是对的 转折出手绝对是对的 你买转折 就可以达目标 了解我意思吗 你永远都 你去追高追高追长追高 你要周周时 我跟你讲 周周一都有问题 不要讲十 一趴都难赚 所以做法 是最源头的关键 成功的关键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一直告诉 你要买转折买转折 成功与否 就看你的做法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说 四月份要来了 四月要来了 四月你要买什么呢 那我就说 我觉得 从昨天 这个电话 于爸爸打电话来 那我当然知道 他当然也是很希望 打电话来 主要还是希望说 我看看能不能够 给他一个赚钱的 那个好股票 那我觉得 把这一件事情 我们把它延伸出来 扩及出来 让所有的看我节目的 好爸爸 好妈妈 不要说只有好妈妈 大家所有的好爸爸 好妈妈 只要你跟于爸爸一样 你也想要买四月份的 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标的的话 跟好妈妈一样 中美食一档就赚58万 你也想要买特别的标的的 请你 请你把握 想要成为下一个好妈妈 好爸爸 请拨电话 广告中有周周时的专线 你把它拨通 把它拨通 那么四月份 第一档好标的 要买进的时候呢 你就照着指示去买进哦 OK 我们进广告 开始拨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 看一段 限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